近日网传凤姐罗玉凤在美国感染肺炎 消息已经发散即登上社交媒体热搜 随后有媒体联系到罗玉凤本人 对方回应称假新闻也不准被出面澄清 不用被死亡挺好的 以后都清静了 日前一篇名为前中国知名网络艺人罗玉凤在美国确诊新冠肺炎 此前在购物中心进行销售服务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 文章指出罗玉凤在美国当地时间10日晚10点45分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还称他在商场内与上千人有过接触 还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 该内容已经发布随即引发网友关注 随后有网友辟谣文章称来源于美国信息二报 美国根本没有信息二报 该报还没有创刊呢 还有博主一次联系到了罗玉凤的家人 他弟弟表示他现在很安全 还晒出了11号罗玉凤发的朋友圈 晚上7点多 该博主疑似联系上了罗玉凤本人 面对网友的关心 本尊亲自回复 嗯 谢谢你 随后微博上已经官方辟谣 经过证实 海外媒体未报道罗玉凤确诊新冠肺炎 解释的视频 开释 直接驳也opy 制作人